哈喽大家好,我是Yuki,欢迎收看《创爱世界》 今天是行动限制的第14天 然后我吃外卖,还有吃美肌面也觉得吃腻了 所以今天我想来自己煮晚餐 今天我要煮的晚餐就是罐头大餐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我准备了三个罐头 有红烧扣肉 还有五香肉丁 还有焖花生,你们看 当然晚餐单单吃罐头太不新鲜了 所以我每一个罐头都加上配菜 我们先来看这个红烧扣肉 红烧扣肉的配菜就是这个 马铃薯 五香肉丁的配菜就是这个 鸡蛋 然后焖花生的配菜就是这个 海鲜菇 首先我们先来煮这个红烧扣肉 现在我们来洗这个马铃薯 OK,来看 OK,洗马铃薯 现在来切马铃薯 现在马铃薯切半 对半切 切一片一片 不要切太厚 因为切太厚的话会比较难熟 所以越饱越好 OK,看到这种比较大片的马铃薯吗 这种还可以再对半切 不然还大片也是很难熟 OK,马铃薯切好了 把马铃薯放一碗先 先准备我们的第一道美食 我们第一道美食就是这个红烧扣肉配马铃薯 我们现在就来煮 首先我们就是热锅 热锅就是继续 因为你们有看到锅上面有水 所以热锅是一定要的 拿芝麻不是更加 OK,拿西油芝麻也是可以的 更快拿西油芝麻 OK,现在我们来倒油 现在煎马铃薯 所以倒稍微多一点油 油热就可以倒马铃薯 今天我准备的三道罐头大餐 都是容易煮的 只要你们这三道罐头 你们都可以再加进去 看啊,油已经热了 所以我们先倒马铃薯 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罐头 哇,你们看 很香耶,这个红烧扣肉 马铃薯的香气已经烧出来了 现在我煮的菜都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 因为罐头本身里面就有很重的调味了 你们一定有想过,为什么又有马铃薯 对,我就是很喜欢吃马铃薯 所以我每一餐都遇到马铃薯 所以你们不要怀疑 我就是一个马铃薯扣 OK 现在我们就要倒我们的扣肉进去 我们就要倒出来 看到吗 香喷喷 就是那么简单 就要完成这道菜了 现在我们就等它再滚多一点 我们就可以起锅上菜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上菜了 你看到吗 不是很简单做的吧 你看 只是煎马铃薯 再倒这个红烧扣肉 就完成了这道菜 现在我们就来起锅上菜 哇 香喷喷的红烧扣肉炒马铃薯 完成 OK,我们的第一道菜完成了 红烧扣肉炒马铃薯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第二道菜 我们的第二道菜是这个 五香肉丁炒鸡蛋 OK,首先我们来打鸡蛋 如果你们不会打鸡蛋 其实有一个方法是很容易打鸡蛋的 这个是小羊教我的 就是你们只要对着这个鸡蛋 中间这样敲 然后再打 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来打蛋 打蛋通常用叉比较好 因为叉比较多会打 烫丝没有这种会打 开这个五香肉丁 开罐头也是要小心的 不然会被割到 所以你们小孩子开罐头的时候 应该可以叫那个 爸爸妈妈来帮你开 现在我们来去煮我们的第二道菜 五香肉丁炒鸡蛋 OK,现在我们来下鸡蛋 上鸡蛋 OK,这道菜的做法 跟上一道菜的做法也是差不多的 先放鸡蛋 之后再放肉丁就完成了 OK,我们把鸡蛋弄撒 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肉丁 哇 看到吗 哇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是很美 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够了 加一点水 哇 这道菜颜色也是蛮美的 看了我都要离口水 有吃到吗 香喷喷的 五香肉丁 起锅上菜 不是那么简单 烤一下煮好了 五香肉丁炒蛋 完成 香喷喷 现在我们要煮最后一道菜 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焖花生 配这个海鲜菇 我们来切海鲜菇 味道切掉 因为尾巴是不可以吃的 这个不用 现在我们来煮第三道菜 先把焖花生 拿开一下 我们先来加水 这样够了 我们把烧油金针菇放进去 不是金针菇 是海鲜菇 一直讲错 烫给它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焖花生了 2000年后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焖花生了 把它夹进去 OK 现在我们现在给它焖 给它滚 给它滚先 水好像加的有点多 现在我们先焖一个五分钟先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很好吃 这道菜已经找失败 因为水加太多了 所以应该先拿上来先 我们加一点点 起锅上菜 三道菜 花生炒海鲜菇完成 今天晚餐我已经煮好我的三道菜了 我跟阿湘就要来开动吃我们的晚餐了 阿湘你可以帮我尝试一下 哪一道菜你觉得最好吃 可以可以 我们先来吃这个五香肉丁炒鸡蛋 这样 不错 跟麻差不多一点 跟麻煮得差不多 可以 第二道菜 来我们来试试第二道 我觉得不会太淡 现在加很多水 不会不会太淡 刚好我觉得 它的海鲜菇也是蛮Q弹的 看得刚好 试试 最后一道 它是红烧酷肉炒白鸡蛋 来试一下 拿菜拿菜 不要客气 我们每次吃晚餐都会拿很多菜 放在那里 我们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 一般家庭都是把菜放在桌子上 我要吃才拿 我们是把菜放在饭上面再吃的 我们有点不一样 有点气 阿湘 我今天准备了这三道菜 你最喜欢吃哪一道菜 我学知道 学知道 为什么 你看那个海鲜菇 好吃 我本来说就是海鲜菇 哦 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在家 自己准备晚餐影片 就到这边 如果想了就不必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阿湘 我们下个影片再继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